這個本身是憲制的責任 這個林鄭特首已經說了 那個不是何君堯的選舉工程 不是何君堯選舉的綱領 那個是《基本法》裡面 《23條》在1990年4月4日 人大通過的時候已經在這裡 回歸23年 最接近那次是2003年 即是17年前是會立法 是不是? 但是那天因為是7月1日之後 所以將它停了 過去17年 香港政府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我們的文化界 我們的學術界 我們的政界 所有人 是視這23條如無物 就好像紀委 不要提不要提 見不到見不到 不知道 我也是香港人 我也是參政的時候 2016年我是這個撥亂反正破格球變 是我的口號 推動23條立法 在我的政綱裡面有說的 我宣了一輩子 是不是? 是要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要擁護基本法 要效忠特區 那我宣了一輩子 我在立法會裡面 兩個答問大會 問兩個特首 23條的立法時間表 在2018年11月的時候 特首 林鄭說 我們知道的 這是憲制責任 何議員 我們必須要立 只不過是看社會的氛圍 我們要留意 是他說的 不是何君堯突然之間 拔起根要改基本法 是本身在這裏 是17年內 正如何先生說 批評特首 批評之前兩位的前者 說是駝鳥 那他自己有這樣的權 有這樣的位 有這樣的時間 都不去做 那他是什麼呢? 我是一個議員 進來議會裡面 我宣了誓 那個是很莊嚴 每一句說話的宣誓 是有法律的約束力的 這個是在這個 人大的釋法裡面 是2016年11月7日寫了的 你不是當是耳邊峰 所以23條我推動 只不過是 應該要既定要做的工作 是long overdue還未做 現在已經是第六屆接近尾聲 所以我們三件事 要overcome 有沒有氛圍 那條條例是什麼 有沒有時間去做 跟著我們有沒有 在我們現時的立法時間表裡面 又可不可以做到 所以 有沒有個缺制 或者是氛圍 又沒有一個 那條條例 又沒有一個時間表 我三件事告訴你 210萬出來 你認為還要愛什麼氛圍 那條條例 又用2003年的 2月14日那份就可以了 是香港政府立的 好了 喂 喂 我們剩下一個半月時間 哪裏夠 當covid-19來找你做老友的時候 你可以說 I'm so busy 麻煩你 make an appointment covid-19來就來 當是要做的時候要做 所以我們要改那條 599C 限聚令 和入境 要檢疫 還要三個禮拜裡面 我們寫了2800億出去 開倉 震災 這些都是沒有跟你約時間 但當要發生的時候 就必須要做 不是我說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 言行 我們觀其行 聽其言 經常說我會做 我會做 我會做 一年也沒有做 兩年也沒有做 三年也沒有做 十七年之前都不關你事 你都批評那些叫鴕鳥 到你現在持續的時候 又沒有做 就說我必須會做 就好像讓我想起一個廣告 其實我很疼我家人 我其實很疼動物 我不是很喜歡賭錢 但原諒他們在那裡賭錢 你知道我講哪一套宣傳給人 勸別人不要賭錢 其實我很疼我家人 我很關心 說是這樣 實際上你已經花了精神時間 和金錢去賭錢 害到自己 就家破了 不是我可以接受 不是我接受 是應該已經在這裡 那個已經當時咨詢了 全香港市民 2002年9月至12月 已經做了consultation 那條條例也都是 設定了2003年2月14日 直到現在仍然在立法會 和Department of Justice Hong Kong government裡面的網站 你自己按上去 十七年來等在這裡 你都不care 那個是針對那幾個重要 六件事的罪行 所以那些是很簡單的 沒有錯 沒有錯 不是完美 但是當時都已經由政府想得出來 我看不到什麼原因是不行的 你說不是 十七年來社會的變化很大 十七年來社會變化很大 我們二十三條都沒有改過 不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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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反而是被人削了幾次 改了第八版本那個 就等於一隻蟹 被人削了蟹 削了蟹 削了蟹 削了蟹殼 那個就沒有用了 真正原先出來的原文 是可以的 最大的一件事 你要知道 不是一條條例 是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連那件事都沒有的時候 你就很窄勢了 譬如你家裡 你有鐵集 你一定不會有人爆入你家裡嗎 但你家裡又沒有裝鐵集 必須有的 是嗎 有已經可以有一個保障 如果你說有就等於安全 那你拿來講 就沒有辦法 是吧 好 如果這樣講 保障你不到 所以我不裝 但實際上你的行為 你要裝 家家戶都裝 在二十三條裡面 最大的那個 那個刺激點 那個刺激點 知道嗎 就是在於 將香港的政治組織 和海外的政治組織 斷絕聯繫 一斷絕聯繫的時候 沒有資金上的流動力去策劃 那些顛覆香港的事情 你猜黃之鋒有錢嗎 你搞這麼多事情嗎 誰給錢 美國老 你問誰說 我何君堯說 是不是 所有的事情都在 如果這二十三條通過了之後 是立刻禁止了海外的政治組織 和本地的政治組織的聯繫 那麼 那個資金的資金就會斷 一沒有了的時候 就等於現在你又見到 二十三條之前 原來扔爛玻璃有多少 拿瓶有多少 那些謠傳 那些是真的的 你可以rebook嗎 我告訴你 一定是真的 是不是 然後現在沒有錢 因為美國自己都已經走身 都不行 喂 一百六十萬人染病 現在國家自己都已經水深火熱 他還打人給你這樣的錢 口罩都差 何況的錢 所以美國老 已經夫子自道 Mike Pompeo 4月29日說得很清楚 二十三條 香港不能立法 因為你這樣 是影響了美國的利益 有這樣的事情可以說得出來 和海盜和賊路有什麼分別 即是等於現在你家裡說 裝這個防盜系統 外面的賊路就說 你不能夠裝 你裝了之後 即是我進不來 我進來的時候 警鐘響 即是影響到我賊路的利益 這些叫做打橫來講 大家有明理的 當初不知道 哎呀 可能我不是很清楚 但今天我們已經走了 那麼長條路 看回頭 還是依然不省的 那你唯一是裝稅的 所以現在你說要針對這一種 由2016年已經堆積了八千幾個被拘捕了 而當中裡面有多少是被起訴 是暴動的話 這一種要不要嚴刑進發 那當然一定要 你知不知道 香港我們不見多少錢 只是破壞那裡已經說收復要十八億 是不是 那些燈啊 欄杆啊 路啊 磚啊 牌啊 都是諸子女的那些 跟著 陳茂波在剛剛五月四號 還是五月三號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 2020年首季我們的經濟下滑八點九個巴仙 首季 這個是從哪裡帶出來 是從去年的那六個月裡面 它滯後 然後就在今季裡面第一次反映出來 這條數就是跟去年的黑暴 稍後第二和第三季裡面 就跟這個病疫裡面 會浮現到的數字出來 那裡八點九個巴仙 即是多少 我們說二萬八千億我們的GDP 不見九個巴仙 即是等於 等於幾多 四分一的了 四分一就是七二八 即是七千億裡面的九個巴仙 七九六十三 六百三十億 再加上那裡的那條數十幾億 是不是 接近七百億 這個也算數 這個是錢的問題 但是最心痛的是什麼呢 有人誤導我們的青年 這一種是一種是什麼 打窩機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為真正道理去 其實就誤導了他們 而思想裡面 連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不認同 要在馬安山立國 要推翻香港特區政府 宣布無效 你是記者 你知道 知道了 是不是 這一種情況 不是針對社會裡面的矛盾 是動亂 是uprising 這種情況是開玩笑的嗎 我們一年裡面出生率 大概是六萬至七萬人 剛剛在那段期間裡面 由十五歲至二十五歲 不說三十五 是十年裡邊 如果以六萬人計數 那裡六十萬人 是被淘獨了 不是全部一百百百百百百 但是你也記得 六月十六號 那一天 是二百萬家 出來的 那些是五大訴求的 穿黑衣 是他們說的二百萬 我剛才說的是 十年裡邊 只是淘獨我們的青年 六萬一年 那裡也六十萬 原來六十萬都是佔二百萬裏面一個fraction 你想想我們扔這麼多錢 你知不知我們今年扔多少錢 六千二百三十一億政府的洗費 一千億教育 九百五十億社會福利 一千億是衛生和醫療 三千億的 佔六千二百億裏面多少個百分之 四十三個百分之 我們扔這麼多錢 還有二百多億裏面 是大學的university grant 原來教了一些學生出來 那班老師還讚他們聰明 是講粗口 DLM 是不是 然後就 這些 我真是打爛陣 因為聽到這樣的事情 接受訪問的時候 我就將這個實情講給大家聽 原來發生的時候 我們覺得沒什麼 但是當我要重複要講的時候 就好像在立法會裏面 但是何君堯說粗口 我不是說粗口 我只不過report告訴你 如果你認為這個是這麼令你無骨悚然 為什麼你一點事情都沒有辦過 你去制止 當我重複告訴你的時候 你這麼大的反應 是嗎 究竟有什麼回事 香港有病 這個病是什麼呢 就是教育裡面的搖籃 那支鼻是已經生蟲 臭我們的寶寶 突然跌下來 跌壞了腦 傷害了我們這些年輕人 今天連自己說 聽到國歌都會說 覺得是嘔的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每個人都只是想那樣東西 那我就接受RTHK那個訪問 那個好像自由福 不是自由福 不知道什麼什麼時事節目 五點多鐘開始那個 那歐家倫呢 就是節目主持人 但是他思想很偏激 你看看基本法 愛國愛港的定義 你看看罪言 愛國就是要維護香港穩定繁榮 你愛他一定要呵護他 不要被人破壞他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要穩定繁榮 香港一定要穩定繁榮 所以愛港就是這樣 愛國呢 那我們為什麼要回歸 從英國那個懷抱裡面 要走回去媽媽 中國媽媽那裡 因為要領土完整 主權統一 所以愛國的定義 你不會容許香港 或者中國的那個領土 是分裂的 你如果愛他 當然一定要歸一 所以我說愛國愛港 就在罪言裡面說這些 立刻搏我 什麼罪言是基本法一部分 我說每個字都是 有什麼呢 立刻跟我爭辯 陳彥平立刻就要拿一本基本法 那我就讀給他聽 但是罪言不是基本法一部分 就證明他思想俠藝 功課又做不足 料又不夠 又去駁斥我 那我就告訴你 愛國愛港的定義 最基本的就是 你要保持國家領土完整 你現在搞港獨的算不算是愛國 那肯定不是啦 二十三條就針對是這個 分裂祖國嘛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嘛 是嗎 煽動叛亂嘛 賣國嘛 還有海外和海內的政治組織 有聯繫 給你錢去做這些 subversive的事情嘛 那這個愛國愛港 我就告訴你 不是送多少單玫瑰 麻煩你看看 英文你不懂的時候 沒問題 但是看看中文 不是盲目 不是盲目 不可以這樣說 人無完美 國也都無完美 每一個制度都不會 包括自己 是不是 如果是自己錯的時候 接受批評很對的 批評你不對做不足的 絕對可以 是fair comments 但是如果是malicious 如果是惡毒的 根本沒有這樣的事 你三方百狀 是沒有去實事求是 亂說 那你就面對法律的後果 那個很簡單 就是誹謗 不是 我是很愛國 但我不是共產黨 但我一定希望我自己的國家要富強 難道你作為中國人 被人罵你 you bloody chin you bloody chin you China man 你喜歡嗎 沒有說要是共產黨 不過現在共產黨做得好 好啊 林新強作為立法 這個律師會的會長的時候 說一句 是比商台線的兩鑊 主訴林新強說 我們不要談政治 再兜兜回來再問一次 你覺得是不是 共產黨是很偉大 不怕我們隨便談談 說是這樣 林新強就說 是啊 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很偉大 嘩 說完這一句死罪 於是乎 作為這個香港律師會 他不應該有個人的表態 說這一句是犯了法 於是就扔他下來 那你問我 共產黨是否很偉大 我告訴你 一定很偉大 為什麼不是偉大 我們是事實分析的 他能夠克服疫情 他可以從裡面 你一條一條 鹹水草都沒有 造就到現在 我們的人民富強 能夠我們有科技的發達和進步 在完全被人封閉的情況裡面 仍然可以打造到自己的天功 人家不受理玩啊 你五肢出台馬上掩蓋你啊 你受盡這麼多的白眼和抵制 但是能夠依然立不到 這個中國是不是很偉大 但是這個中國現在的偉大 是誰當家作主的共產黨 那他也是偉大 難道你說 這間公司厲害 不關董事局的事 你怎麼可以這麼說 那我是不是偉大 他是偉大 但是問題就是 我是愛中國 但是我不愛那個董事局 可以嗎 可以 沒有問題的 沒有人叫你一定要愛那個董事局 你不需要愛那個董事局的主席 沒有人叫你去 但是你喜不喜歡 是那間公司 你會不會覺得 語有詠言呢 如果你說 我完全沒有感覺了 中國聰明不聰明 反而我覺得很反胃 OK then you are not a Chinese I can put it You know At best 我不會說 因為你不喜歡中國的時候 因為我不喜歡中國 就是因為我不喜歡共產黨 我覺得任何人自己有這樣的看法 他自己就太過編執了 凡事是一定要忠肯去看那件事 沒有人 你恨特朗普也好 不是代表作為美國人恨美國 特朗普做得那麼差 現在很多人很討厭他 但是仍然各個都說 God save America Not Donald Trump 你不喜歡那個人 不代表你 是必定要不喜歡美國 好 這樣說吧 就是 一首歌不會令到你突然之間會喜歡他 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肯定一件事 這個教育的部分 如果天天我彈你 我說你不好 和我天天讚你好 那你喜歡哪種呢 我喜歡讚你 又或者 有人在這裡 我天天在他面前彈你 和我天天在他面前讚你 你猜對你有什麼影響 國歌是作為自己國民裏面 又不是自己中國唯一一個有國歌的 為什麼有些人會這麼反感 拿這個國歌法 好像說到 是一種 完全和人民的意願 和人權有所抵觸 我覺得嚴重了 你不喜歡這個國家 那你就走開 你不喜歡這個國歌 你不唱不唱 但不是代表 是給你一個權利去侮辱他 是嗎 我不喜歡你 不是代表我一定要生氣 但是現在就要兩元分合作 不喜歡就必定要生氣 喂 什麼的學術 什麼的道理 現在正正就是反對派 就是這樣做 那你們個個都好像狗跟羊 那樣沒有 我賣了二百多億去政府 是University grant 在大學裡面教 我不說中小學 那些更加年幼一點 大學生你自己明明得 再親民再治於自善 原來人家說你又信 原來你跟羊有什麼分別呢 你讀書來做什麼 不如直接去紐西蘭做羊 那這個獨立思想要批判性思想 不是批評性的口吻 我們現在這些大學生 有顯著部分是被misled 他們是受害人 要 必須要 作為一個國民的 連國家的情況 又不知道 國民它不是洗腦 大佬你要認知 你連最基本的道理都說 一講國民教育 一個標籤我就不可以接受了 你跟其他那些 那些文字未開的三番 有什麼分別呢 你都不是學習 你都不是去尋根究底 你都不是去做研究 然後就已經先表達了立場 我認為 表達立場是沒有問題的 但你一定要有基礎 但連國民教育都不接受 那你連這個基礎都沒有 應該打鞋子 你要這樣設一個問題嗎 不可以這樣 你罔顧了一件事 就是你做人有一個基本的道理 你怎麼可以認賊作父 如果他不來幫你手 他不來那時候 一九零零至一九四五年 日本是否比中國正面的好處多於弊處 你這種問題已經是誤導性了 你會問 一九零零至一九四五年 日本侵華 或者中國陷入一個動盪歲月裡面 在這件事裡面 你認為是給予中國有什麼影響呢 這樣就沒有問題 是嗎 一九零零至一九四五年 中國是陷入一個很慘淡的歲月 在這件慘淡的歲月裡面 而中國有什麼影響 深遠的影響 火鳳凰 在那件事裡面是很慘 慘絕人環死幾多人 加利破碎 在那件事裡面 仍然都捱得過去 所以有時候 慘絕人環裡面 福和禍所系 互相 有時候你真是衰到貼地 可能是你反彈 是上升的軌道空間的起步 你這樣說沒有問題 你引用什麼 但你已經問題設在那裡 日本在那段期間 給中國是否好處多於壞 利多於弊 你已經將利行 剛才 你已經是有個立場在那裡 設問題 如果你要設立場 你就設得更加明顯 不要設得那麼鬼祟 是反映出立這條問題的人 那個心腸不好 是呀 但你不要忘記那些是DSE 現在我們不是在寫一個 Philosophy的Thesis 那為什麼你不跟那些年輕 更加年輕的這樣說 這樣… 如果你認為壞那方面 也可以讓他們自己思考 那為什麼有壞的 有好的不讓他們 讓他們壞的去摸索呢 首先它是一個法定的機構 在裏面坐的人 都是社會裏面 有頭有面 都是社會的言答 不同的行業 都是優秀分子 那在這個報告裏面 它又做了一整年 cover了就是 因為2019年的那個修例風波 那個逃犯條例修例 引起的那個社會事態 就針對有六個事項 那這些事項裏面 它都深入淺出介紹 那個結論也都寫得很忠肯 為什麼我會說忠肯呢 因為它都是要記錄有關事態 採取的那些資料 它是來自於CCTV 和你們傳媒裏面的那些報道 它做到的事就是做這個 至於你說 有人會批評說 它沒有一個調查權 好像傳召證人之類 這個不是一個commission 不是一個inquiry commission 它只不過是一個 internet 就是independent police 的complaint commission 它沒有這個 所謂叫做傳召證人權 這個是它已經有 但是我覺得 在現在來說 你看完之後 你就知道 它就將事實上的 那個陳述列出來 你同意不同意 你便可以回答它 但是我覺得它挺忠肯 如果你認為警方可以交給你們接受 沒有人說不行了 你們又不接受 現在我聽到外面的朋友說 要五大訴求 其中一個訴求就是 要獨立的調查 獨立調查是甚麼 按照現時的機制裡面已經有 你又要怎樣去整個 駕床碟屋 你要整個 commission ordinance 裏面 inquiry ordinance 裏面那一種 特首已經在這個問題方面 回答了 先看看現在 我們已經有的IPCC 可以做到甚麼 它將事實上 列出來 除非你說 不是有假 只有兩種情況 要麼你對事情裏面 不了解 而有錯誤的觀感 另一種是刻意去刪改 不過我相信 不會後者 前面的 你已經等了這套事實在 有這樣的需要再去查 人家已經躺在桌面裏面 已經是87節寫在這裏 你去rebook它 OK的 譬如你831整天就說 死了那麼多人 有關那些要求 在法庭裏面 都拿了order 看完 看那麼久 那你又有些甚麼 現在就在IPCC裏面 就那個831的事件裏面 帶他去對證一下 所以那個 哪個人去查證與否的問題 我覺得反而不重要 你要怎樣去抽出事實出來 現在已經等了在這裏 你贊同不贊同都不要緊 就算有一個所謂叫independent 法官有傳召證人出來說話也好 很多人都不贊同 是不是 他說謊 隨時都有的 陰謀我不夠膽談 但是整件事在香港發生 2019年裏面有很多陰謀 所以我不會說Christopher Stock 是有任何陰謀 可能他想做些事好些 每個人也有不同的取向 但是現在既定在香港這個遊戲規則 在香港現在這個IPCC的調查架構 他本身是這樣的時候 他覺得未盡其意 他可以自由發揮也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批評 但他不代表有任何甚麼 所謂叫做法定的權力 或者效果 你和我都可以做 例如看了這四冊裡 總共十六個chapter 看完之後 你就自己寫 我認為這裡還要調整 剛剛最最新的 譬如831裡 拿了一些影片出來 究竟他們怎樣調整 你可以再去優化它 不過 我們起碼在這裡來講 今天拿到IPCC的一個 事實的陳述 一了在手 就好過雙了在臨 我又不會排斥別人 這個不行 這個未夠份量 我覺得這樣去講 尤其是林卓廷 還要撕掉別人的報告 A 你有心讀嗎 我不覺得他那個程度 或者水平可以看得完 這麼短時間 這麼快撕掉別人的報告 B 你的態度是怎樣 你自己都是做過調查員 雖然低級些 但是你做過調查員 你都知道調查有一個過程 你怎麼可以一下子之間 說別人那個不夠水平 要撕出去 第三 你自己也是作為一個民意的代表 是否你的民意 是喜歡你這樣立刻去撕別人的報告 你這樣去撕破別人的報告 別人也一樣可以撕破你的報告 所以我覺得 社會裡面 我們是不是要尋求真實的事實 要去水落石出 你都一定要有客觀的態度 還有要有客觀的思想 不是一種這樣的偏激和主觀 不是還我清白 我已經回答了 這個不是對我的清白不清白 沒有人指控過我 只不過是在外面有這樣的傳媒 有這樣的聲音 我是在那裡和人握手 那是一個指控 但是我在這一刻都沒有沾污道 也都沒有任何的finding 沒有說是因為我是涉驗人事 而是被受偵查 沒有這樣的事 也都沒有面對 沒有調查 沒有起訴 沒有被判有罪 所以我來說 我仍然是清白的 我們現在的 legal system 裡面 任何都是 就算被人落 charge 那些 都是 presume innocent 更何況 我根本就沒有被人落 charge 也都沒有涉驗人的身份被調查 所以這個報告 不是給我的一個清白 那個報告自己本身很持平中 肯說出事實的事情 而當中裡面 page 31-40 提及有一名立法會議員 是和有一百名的黑衣人 那些黑衣人 剛剛參加完西環的示威之後 就落元朗 而他和他在一起 也都在一個非付款區裡面 是那裡隔著一個玻璃欄 和一個閘口 和那些白衣人口角 這個報告寫得很清楚 實際上這個也是來自於 那位的立法會議員 我們大家都知道林卓廷 在他自己facebook裡面 就有總共是大約三十六分鐘的影片 那個也在那裡顯露無謂 所以那個報告也是很中肯地說出來 相對他沒有說我任何事情 可以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要當一個獨立調查 是一個magic panacea 才行 你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在這件事方面說 喊觸策策 你不是沒有聽過這些事情 究竟過去半年裡面 2019年 是否只有721事件 721之前的 有什麼事態裡面 一直在醞釀 光復系統 不是光復 光合作用 光復香港運動裡面 光復上水大埔 紅磡尖沙咀 元朗屯門 什麼都有 這種光復 往往是由和平的集會 為名 最後是暴力結束 7月18日之前 也有搞一個Winter on Fire的電影欣賞會 由朱凱迪和黃之鋒在那裡搞 元朗那些居民認為你在搞亂當 所以他們已經有些牙齒印 然後就說要光復元朗 人家在那裡住了幾百年 你經常說本土主義 你有沒有尊重別人的本土 已經住幾百年 你去踩人家的牆 搞亂人家 還說要挖人家的祖墳 那別人會怎樣對待 難道他們會倒一杯茶給你等你 那你已經說了出來 然後再帶那些人 真是言出而必行 去搞亂當 那些不是住在元朗的人 專門坐車去元朗 然後就參加嘔鬥 嘔鬥不贏之後 就立刻退回列車 打算開回列車走人 不是去到那裡回家 不是報章裡面所說的 叫做無差別的嘔打 是刻意去尋釁知事 而在那裡參加嘔鬥 是煞雨歸來 是沒有辦法打贏人 然後才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你說要獨立調查 你調查沒有問題 我都說 當時來說 這個是去年年底 1721之後 立刻要call for 這樣的獨立調查 好像很早 因為你都不知道 那件事延續多久 期後 11月111 111 111 113 中大事件、理大事件 最近都有 再走出來 疫情過後一點 稍微放鬆了 現在又出來 刻意暴徒 這個要調查 調查 不只是721 整件事裡面究竟是 什麼一回事 是不是有陰謀論 我就說 是 也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今天4月 即我們現在看到4月29日 龐貝奧 Mike Pompeo 也都這樣說 23條你不能夠立的 你國家安全法 香港不能夠立的 因為你這樣影響到 向美國的利益 這簡直是很清楚 我曾經事後想過 我沒有想過握手 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 原來握手可以是 Guilty by association 我覺得很樸索迷利 整個過程裡面 我是唯一一次 就在現場裡面 那個就是我家 我回家的時候 是被我的鄉親 被元朗居民認出 因為我夠膽去撐警630 接著720 那些居民也有參加這個活動 一見到何君堯 你是我們英雄 禮貌上這樣說 不是 你們才是英雄 即是你厲害 我說你們才厲害 是這樣而已 有什麼證據說 何君堯是策劃這個 元朗嘔鬥事件 由始至終前民後里 完全沒有何君堯任何 蛛絲馬跡在社交媒體裡面 沒有一張這樣的圖片 沒有一張這樣的東西 說 喂 從那裡來我們一定要砌他 我是說 一件事就是 我作為 這個 新界西的代表 我是做我的軍事行動 我有評論 周時都評論 我也都在那裡 因為送人家回家 我家住元朗 這樣握手 的確是引起很大麻煩 沒有想過要有 guilty by association 文字獄都不是 總之你在那裡出現過 全部的傳媒 尤其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那幾個reporter 在7月21日 那天 22日 我在立法會這裏 612或613這間大房裡 已經很不耐煩 聽我解釋 直接問 是不是你有份 諸如此類的東西 已經很hostile 然後就拆我的 拆我的 寫字樓 嘩都沒得 嘩 何君堯握手 就是成為一個罪證 我荃灣辦事處 被人家燒了幾多次 拆了三次四次 我家父家母的祖墳 是被拆 有沒有跟我出過任何半句聲 那我被人家行釋的 是怎樣 我就站在最前鋒 就是要為香港的法律治安出聲 但是 傳媒有幾多是為我出聲 是跟那幫行釋的人 我雖不殺白人 白人都是因我而死 沒關於 最初是 為香港的 永遠 所以 我們可以 你 請